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香港的领导人选举将推迟六周至5月8日 理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将遏制疫情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林郑月娥称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引用了香港紧急状态条例 将行政长官选举从3月27日推迟至5月8日 两天前习近平向香港政府发出重要通知 要求政府承担主要责任 并且尽一切可能遏制第五轮新冠疫情 香港疫情失控 使公共卫生资源达到了极限 北京昨天已经派出专家团队支援香港 林郑月娥估计 要使每天激增的感染病例稳定 并且大幅下降至少还需要两个月 今天香港新增3629例确诊病例 另外还有7600个初步确诊病例 这一波疫情远远高于2020年 每天约150个病例的数量 今天香港官员承诺 会将大量室外的病人全部移入室内 林郑月娥承认这种情况不可接受 虽然一些病人最终进入了医院的内部 但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有些病人不得不待在走廊 甚至住在浴室里 直到医院能够腾出一张床给他们 香港天文台于今天下午发布了寒冷天气警告 室外气温将会降至10摄氏度以下 香港当局表示 未来几天天气寒冷不管多难 今天我们都会尽力把所有的病人都转移到室内 但是这项工作非常困难 一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卫生当局症计划将目前病情稳定且年轻的患者 转移到隔离酒店 以便为高风险老年人腾出床位 香港的体育中心也将尽快改建为老年人社区隔离点 医生表示 有些病人不得不在浴室里面等候床位 但是浴室足够大可以容纳一个担架 而香港医护人员情绪低落 有人哭泣 感到无助和无能为力 甚至有人提出辞职 林郑月娥说 看到病人在寒冷中等待的画面 听到医院工作人员疲惫不堪的故事 她感到很痛苦 她呼吁养老院要担起责任 如果没有生病 就不要把老年人送往医院 在解释推迟行政长官选举时 林郑月娥说 在当前局面进行选举 会对继任者的信誉造成损害 对制度的公平公正造成打击 候选人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进行宣传活动 她补充说 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这一推迟请求 根据香港基本法 下一次选举必须在6月30日之前举行 也就是林郑月娥任期的最后一天 现在改为5月8日后 提名定于4月3日开始 当被问及 如果疫情在她任期结束时 仍然没有控制住怎么办 林郑月娥回答 届时中央政府将会接管 并且找到解决方法 她强调 延期选举并不等于延长她的任期 延期选举是本着把香港人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高度负责任的态度 体现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来抑制疫情的决心 中央政府已经表达了她的理解和支持 并且说这一决定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分析师指出 如果官员不能够在5月前 充分控制住香港的疫情 北京有权延长本届政府的任期 目前香港新民党主席 叶刘淑仪是一位清北京的重量级人物 被一些人视为领导人竞选的有力竞争者 她说在提名期开始之前 政府主动推迟选举 这更符合程序上的公平 因为有些人可能希望报名参加竞选 香港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也引发了封城的宣言 但林郑月娥称 目前没有计划大规模封城 香港病毒专家金东燕教授认为 封城是绝对没有必要的 绝对不会有效果 她指出如果封城会造成家庭的爆发 也会有许多社会问题 比如其他疾病的患者可能会耽误治疗 如果市民不能出门 香港也没有人力来为每家每户 提供生活的必需品 除了封城之外 香港社会也一直在讨论 是否要坚持与大陆一致的清零政策 林郑月娥称 特区政府目前仍然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应对这一波疫情 金东燕教授认为 在疫情急剧爆发阶段 讨论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没有意义 把确诊数减下来 让疫情趋于受控才是最重要的 而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教授陈希指出 民众的防疫疲劳情绪令人担忧 这使各项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大打折扣 他指出当前形势下 动态清零已经相当困难 甚至不可能 目前目标是 尽一切可能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 为医疗系统赢得时间 避免重大伤亡 另一方面香港的疫情爆发呈现了反扑大陆的趋势 广东省卫健委通报 从2月11日至2月17日 广东省境外输入病例共229例 其中126例来自于香港 具体来看 昨天17号 广东省30例境外输入 16例来自香港 16号30例境外输入 17例来自香港 再前一天有34例境外输入 22例来自香港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一半以上 来自香港的输入性病例 另外我们昨天也报道了 有10多人坐船从香港抵达珠海 从珠海偷渡进入大陆 其中许多人感染 警方正在全力追捕 并且提出了10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的悬赏捉拿 今天一名从珠海入境的偷渡人员 抵达上海后被捕 并且因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上海卫健委通报 该人士为中国籍 之前在香港赞助 于2月13号从香港进入珠海 2月14号自珠海 乘坐高铁抵达上海 2月16日 接广东省协查通报 立即对其进行隔离管制 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并且诊断为确诊病例 这一消息公布之后 网友讨论 为什么他在13号进入内地 14号就能坐高铁 网友猜测 是否可通过提前关闭手机 更换手机卡 甚至是重新办理手机卡号 来隐藏其行程和健康码的相关信息 从而逃避疫情防控 一位通信行业专家表示 如果从中国香港或其他地区偷渡回内地 在原地区提前关闭手机 或将手机调整为飞行模式 偷渡到内地之后 再打开手机或是关闭飞行模式 这种情况下 大数据还是会记录其相关形成信息 但是不排除偷渡人员上岸之后 开机时间较短 大数据还未来得及计算 其相关形成信息的情况 该专家还介绍 湖南省通报 有人利用非法途径 从香港入境珠海后 利用提前准备的车辆和手机 经高速公路进入湖南郑州 如果不法分子丢弃之前 使用的手机和手机卡号 只要在香港和内地 均使用实名制办理的手机卡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 大数据还是可以计算出 其相关形成信息 但是现在的健康码机制里 是否应用了这种大数据技术 尚不得而知 另外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如果手机关机把卡 就无法定位形成轨迹 其形成轨迹仍然会停留在原地 网传的所谓关机也能够实现定位 那是特殊的手机定位方式 不会应用到形成码技术中 另外今天国家发改委明确指示 禁止中国地方政府实施 未经授权的封锁措施 这是对中国新冠政策开始微调的最新绩效 国家发改委指示 所有地区不得实施任何超出中央政府发布的 相关防控措施的封锁 或者不必要的未经批准的切断公共交通 并且敦促地方政府 在没有流行病学调查或政策依据的情况下 不得关闭或延长餐厅、超市、景区和电影院的关门时间 专家对北京的清零政策成本上升越来越关注 许多经济学家警告 与西方国家在新冠控制策略上的分歧 可能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 发改委说 我们将坚决避免防控松动和防控过渡两种倾向 地方政府在采取必要的封锁或增加更多的控制措施之前 必须获得中央当局的批准 发改委还补充说 这一新规则是为了努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 以帮助社会活动恢复正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 吴尊友本周表示 中国的多个团队正在研究如何改进目前的防疫政策 今天发改委还宣布 为餐饮、零售、旅游和航空行业 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 他还将指导外卖平台通过减少服务费 或是佣金来降低餐饮企业的运营成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